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信件 作为一个引子 而在跟着这节我们尝试 假如我是美国总统 完全以美国的身份 又会作出怎样的回应呢? 感谢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专家们 你们的真知卓健 和理智慕实的分析 我都收到了 你们的想法就算有差异 或者彼此之间不认同 但都肯定不是完全错误 他们甚至是能够真正改善到美国社会 以至于全球形势的有限方法 但身为美国总统 这些想法和政策 我坦率地说 都不合适 甚至是不正确的 不单只是政治不正确 身为美国总统 虽然大部分情况下 都不是美国真正的领导人 但我们要作出的选择和目光 仍然要给你们想象的要心愿略多 首先我要强调 我是要付出极大的勇气 才能够写到这封信 里面的内容 就算称不上大亦不道 但最少都已经是洩露国家机密 马海石大使说到 我们是同一艘船上的193个船舱 当船面对冲击而下沉的时候 争论哪个船舱比较好 有什么意义呢? 的确 好像新冠病毒蔓延的时候 我们无法阻挡一个又一个的船舱 里面的人民被感染 就算中国人的高度纪律 都是有些人走了 从而令到这个感染更加严重 我无意归咎于哪一个 但现实证明了 美国政府控制不了美国人 我们想要得到多少自由 是要视乎每个人的个人能力 又或者他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 能力决定一切 这个才是我们美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所以就算我们同样在一艘船上 正因为这艘船 这艘船怎样开开去哪里 是不是在下沉中 还是要承受怎样的冲击 这些是因为目前我们是最有能力的 所以作为美国人 作为美国政府 我们说了事 也正因为一艘船 只能有一个领导 一个船长 正如有其他专家说 劝我们不要搞边缘化 不要搞isolation 要重视当边关系 但就算红猫不想争控制权 但他们有自己的发展方向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 就只能逼走他们 要不然 没有多久 这艘船就不再由我们掌舵 至于为何我们不要好地照顾人民的福祉 又或者 我们现在人口中最低层五成的人的生活水平 为何比较几十年前都没有改善 为何我们不改变不扭转这个事实 第一 他们已经生活在全世界最顶尖国家 是一个很多人都视以为梦想的国度 能够在这里生活 或者在这里出生 可能已经是上天最大的恩赐 虽然可能每个人不同的时间 面对着不同程度的困难 但他们都有向上游的机会 最底层的五成人的人民 生活得艰苦 更加是美国成长的关键 这里有的就是阶级 说的就是资本 谁有能力或者由基层的五成攀上去 成为中产阶级 就能够拥有稳定的生活 如果他们当中 有更加有能力的 成为金字塔顶上的顶端的百分之十 就能够享受无忧的理想生活 至于一些更加有能力 甚至是勇于冒险的 去再奋法徒劲一些 突破甚至成为顶尖百分之一的人的话 这就更加简单 他们能够成就美国的梦想 成为美国梦想之都的一员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价值观 我们认同真正的普世价值 而不是什么狗屁自由民主 困苦的基层 是美国成长的动力 想在美国过好生活 就要赢得竞争 爬得越高 生活越好 这是资本主义的基石 是吸引全世界精英来到的最大回报 当然 如果平民百姓摆脱不了困境 他们都可以选择用药物去麻醉自己 渡过这一生 还有一些专家提醒我们 要接受世界已经改变的现实 忘记成为世界第一那种言论 还说 如果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政府体制 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日子 美国就崩溃了 因为关键的防线崩溃了 大家不要忘记 荷兰人 西班牙人 英国人 都曾经做过世界第一 亦都一段不短的时间 但是 你还不记得他们呢? 他们的国债有多少人愿意买呢? 不要忘记 你们都会提到 中国人亦都做了很长时间的世界第一 当时他们还没有轮友好 没有攻击过其他地方 但是 大家都会记得 他们先祖的下场是怎样的 是怎样 由富贵走入黑暗的深渊 今天 他们又重新复兴了 我们能够不紧张吗? 我们不可能等到一个巨人 他们会对我们予以温柔的对待 何况 美国变成第二 能不能够生活下去?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国债34万亿 每年超过1亿的利息 虽然表面上 很多国债都可以内部解决 都是内部问题 但是 我们现在靠的是大雅哥的顺域 靠的是30万亿由美国控制的基金 才能够维持 还要加上通过控制欧洲和日本的资本 在2015年,熊猫的企业市值曾经上升到接近全球的两成 你知道,在那段时间,美国资本量流失有多么巨大 很多金主都投向了他们 所以我们先要唱衰抹黑他们的资本市场 更加要下令美国基金清仓 硬硬将他们的股市打下来,变成今天不够10% 我们才能够将我们的比例提升到接近一半 同一时间,我们还开放企业回购 将原来的股市软着陆变成不着陆 这个回报有多大呢? 利用这个方法,我们吸引全世界的资本 就在去年年尾,美国股票型基金ETF的资产规模 已经去到创几月六的8万亿美元 而单是一个12月,美国的ETF吸引的资金淨流入 已经去到13,000亿美元 全年去到超过6,000亿美元 资金流入加上资产增值 在2023年美国ETF规模增加了16,000亿美元 但这么可观的数字都只能是撑住我们的一年的利息 所以我们才要将S&P指数搞成不落的太阳 就好像12月,单是标普指数的信托基金 就吸引了394亿美元正流入 令到单纯挂钩标普指数 这个这样的ETF规模 就已经接近5,000亿美元 这些数字靠的是什么? 是靠的是全世界金融市场 到底操纵在谁的手上? 以及靠什么操纵? 大家为什么相信MATA的透明度 就是远远高于腾讯?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你就要相信! 靠的是大哥的舆论! 当中的关键就是对舆论和资讯的控制 还记得在2020年 我们仍未能搞死华为 两家中国科网企业打入全球的头十位 对于Google和MATA构成严重的威胁 于是我们千方百地找一些新的空间 现在我们搞了人工智能 在全球的AI开发竞争中 我们的表面上的优势正在加强 而NVIDIA几乎垄断了所有提供新成型 AI 的半导体分辨 但这是不是真相的传谱? 如果NVIDIA真的能够红居AI市场 那台湾网就不用马上套现了 转过头红猫家里三爬两沫又要冲上来 如果我们不制裁它又能够撑多久? 那个猪头把自己公司名称为MATA 烧了几十亿搞MATA和NFT 结果搞坏了 但转过头炒了2万人 突然股价又升了两倍 为什么呢? 广告收益突然大幅增高 是否真的有人工智能 还是只眼开只眼币 放手给无量电商打广告买假货? 如果不是这些假资讯高利润 有谁愿意消钱? 你知不知道现在的电片市场有多大? 所以电片即是数码诈骗的行为 为什么他们相信虚拟货币真的追查不了? 但是为什么在虚拟货币搞到这么火红时 又出现大量的老鼠本和黑客攻击 那些虚拟货币赚的钱突然又没了? 如果我们再想想 虚拟货币市场一旦被攻击 因为没了锁时 令到这些虚拟货币变成无主资物 这些无主资物最终会落在谁的手上? 我现在是老大 当然没有人敢跟我争 如果不是 我还哪有生存空间? 当然我很清楚 红猫现在没有打算 也没有能力跟我争 但是我一定要令这群平民百姓相信 它是有能力、冲击和影响美国 如果不是 有谁来揹一只锅? 从头到尾 对于我们威胁最大、最麻烦的 当然就是那群 常常自以为自己是我们老祖宗的欧洲人 还想跟我们争货币权 到头来 我们只需要逼出那只不极红 对他们反咬一口 现在全部老祖宗都乖乖听话收声 所以当我们听到外交杂志编辑 搞了几个专家分析 就连在地图上 少少红点上的远象 都敢高声叫 这个世界变了 要我们醒下 要我们靠边站 要我们让路 不要再向中国人引导人指手或脚 那还像样吗? 这种说话是对大亚哥说的吗? 作为美国总统 我们来是要改变世界 操纵世界 而不是来接受世界的改变 好了 这封信里面那些熊猫 北极熊 老祖宗 大家听不听明白? 应该都没什么困难 我是霍远强 多谢大家收听时事故事 下一个星期再见 会 destination 产生 拍组 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